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给学员之前 我们会 depend on 他的体重 身高 body fat percentage muscle mass 一个星期训练多少次呢 他的训练强度 平时做什么工作呢 是否active去设计的 就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举例 学员A是170cm高 80kg Body fat是10% 一个星期训练5次的 而学员B一样的身高 一样的体重 但他的body fat percentage是30% 而学员A一个星期五次的 squat每边三柄的 deadlift每边四柄的 而学员B30% body fat都不紧要 但他训练一个星期训练三次的 和刚刚学 怎样去做 squat 变成了学员A的training age是长过学员B 所以学员A的碳水摄取量一定会多过学员B的了 所以每个人的饮食计划都是不一样的 千万别想着 一天吃200g的碳水 为什么可以吃这么多碳水 我不行 就是因为大家的背景不一样 有些人很有趣的 喂Colin 你又说不能吃cup的 为什么你又吃呢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body fat比你少 如果我只有8%body fat 一个星期训练5次的 还要做 squat又做olive 又做body building的东西 而你是可能一个星期做三次 就是很轻骗的那些dumbbell press lab pull down 那变成了训练量 训练intensity都不同的话 我吃碳水的目的就是让我身体快点recover 和去补充我的力量 而你为什么要吃少一点的碳水呢 就因为你未到那个level 那所以呢 好像Charles Polyburn那样说 你要earn your carbs 就不是说你吃多少都可以的 一定要赚取你的碳水回来的 碳水就好像bonus那样的 怎么可以得到bonus的 你的performance好呢 你帮公司赚到钱呢 有成绩呢 你才会赚到bonus的嘛 碳水就是bonus 如果大家有关于训练和营养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呢 去解答大家的问题 多谢大家